有个叫大神龙的花友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花友的花不一定都是浇水多浇死的 而是说马上要死的时候 就拼命的去浇水企图救它 有没有这么个情况 我跟大伙说肯定是有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找几个这种典型 还有怎么样救治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帮采业鱼 我这话说一看叶子不挺健康的吗 其实并不健康 你看啊 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老叶子一直在 在死掉看到没 这种新长出来的叶子呢也是不那么厚实 而且还出现那种倒壶 这个时期呢就是缺肥了 还有一个呢是需要换盆了 大家如果说也遇到类似的 你像羊柴鱼一样绿螺一样什么的 就出现长出来的不精神 又没换过盆盆着盆着还小的情况 可以呢换一个大号的盆 往里面加一些肥料正常的去养护 这个时期呢不是你拼命的浇水 也不是你拼命的施肥 因为两个点吧 一个是盆子小了 再一个是缺肥了 这是这种缺肥是这样子啊 船船你看这个是缺啥 能看出来吗 这个呢就是稍微缺过水 而且现在也是有点缺肥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这是个无花果啊 我第一摘的时候就没这么多事了 首先呢它结了很多的果子 在结果的时候 它消耗的营养是更多的 所以说像花里面养柠 养什么的也是哈 果很多的时候 掉叶子啊 就是缺水缺肥 一般是这种比较多 你看如果说像这个一样 就一个果了 它长新叶子会长的比较快 你看看了没 果子多的时候就不长新叶子 所以说呢 你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果给它摘掉 让它去养苗子 好吧 如果遇到结果类的这种情况之后 可以这样 好像好多话有养柠檬 出现掉叶子就因为这个 就是肥料跟不上了 这个呢就是多肉了 多肉这种就是缺光 你看到没 它长得过分的长 你知道植物为什么会 像多肉为什么缺光的时候 会长那么高吗 因为植物它很个性 你听过那句话吗 叫一枝红杏出墙来 为什么呢 因为院里边没有阳光 所以说它只能长到外边去获取阳光 然后呢水大 水大就会出现这种 看到没黑服了 看到没 水大缺光黑服 看到没 这里也黑服了 养多肉都会黑服 不光你们我们也会 你像这个呢也是缺水 花盆里边也缺水 还有一个是空气湿度也达不到 它就会叶子显得不那么舒展 像这个叫贺望兰 有时候还出现干裂 我给你看那个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又干又裂的 对 这个呢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凑起它的 这种就是又干又裂的老叶子可以剪掉 剪掉之后呢 你看找出来这个新叶子 看到没 大家看到吗 它就非常的精彩 一定记得也补上肥料 你把老叶一剪 吃上肥让它长新叶 像贺望兰这种都是这个套路 你看这边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在长新叶子 那还有呢就是病害了 大家经常遇到的病害呢 你要这是红蜂猪祸祸祸的 你看这个叶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叶子背面的总有这种小东西 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整根的就被它给祸祸死了 红蜂猪怎么办它呢 红蜂猪害怕水啊 你经常性的用水喷叶子冲叶子 它一般不是 你要有了 你像我们 那小灰那个 草莓就是 坚持用水冲冲 连续冲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吧 嗯 就给它解决了 还有一种缺水就是这样了 看没 干的都不行了 这个肯定是要扣船舶舶舶了 嘿嘿嘿 这种就是缺水 这个缺水 还有一种缺水是这样看 新长出来叶子 没有那个老叶子那么绿是吧 有点黄黄的 白白的 这个再坚持用缺水就回来了 以前的时候比这个还惨 好了 现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我希望花蜂猪呢 就简单的 你能看到缺水 缺土 缺光 病害 你能有个 大概的一个分裂 有的话说我具体怎么整治啊 你可以多关注我的视频啊 我每天都会收一些花蜂猪 我们寄过来的一些带病的花 你看我是怎么救的 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很不错的参考意见 如果说 你遇到那种比较棘手的问题 也可以寄过来 老花蜂帮你 可以吃起我们后台就好了 我说老花蜂 点花最赞一 别的不错了 现在点个赞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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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